基隆市学校学生家长会联合会总会长交接典礼 许多校长和家长代表齐聚一堂 市长谢国良致辞时也对于媒体询问 寒流来袭基隆是否有寒流价做出了说明 那我也是上个以后第一次才了解 原来还有所谓的寒流价 可能要寒流价 刚刚媒体问我说 那我们要不要放寒流价 我说先看蒋王安市长怎么说 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一起讨论要不要放寒流价 这场基隆市学校学生家长会联合会总会长交接 在市长谢国良的主持下顺利完成 对于卸任总会长黄忠贤 及新任总会长张若薇 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他们 愿意贡献心力为基隆的在地教育来付出 让基隆的教育环境更加提升 那我今年接了总会长 我想要做诠释孩子学校的急难救助 因为很多孩子是没有也许遇到加便或是父母有些什么问题 没办法念书那现在少子话嘛 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不要放弃就学的机会 所以我手上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来帮忙 以后只要我们这一年里面啦 只要我们学校有孩子有任何的状况 没办法念书 那请校长呢或者是家长们来跟我说 我们会有专门的好朋友会来协助让孩子可以就是 无忧无虑的把书念完 然后成未来也希望他可以成为我们基隆市的就是荣耀 一年的总会长任期在今天要画下句点 那在这一年来我们也总会也跟市府合作做了一些 有关于孩子们的一些活动 包括说那个技职教育的座谈会 以及叫我野孩子的一个手印读书会 那希望接棒的若薇总会长 他能秉持就是基隆家长总会为教育的一个理念 继续跟市府携手合作 那为基隆的孩子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那我很感谢他们对于教育界的付出 那有很多家长我们都继续的努力投入 让我们的在地就学能够做得更好 那我们跟国外顶尖大学的合作的洽谈 也已经到一阶段 适当的时间会跟大家公布 那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来把更多好的资源带到我们基隆 让我们的教育能够更好 我儿子拿就是可以念成功或者是师大部中的成绩 留在基隆市 就是挺基隆的在地就学 那我们现在谢市长也很棒 就是很支持就是在地就学 所以我觉得要让家长们看到 就是我们学校的该有的资源 因为其实台北跟我们的资源其实有点落差 那希望市长未来可以就是把资源更丰富 然后让我们孩子可以 家长们看得到可以更愿意留在基隆市 我希望英文的方面其实要多一点 所以我希望在可能外施的量也要多一点 然后在我们就是英文的这个比例上稍微再高一点这样 市长谢果阳也强调 市府和家长总会将携手努力 一起来提升基隆教育的软硬体环境 并且引进外部的学习资源 让学生能够安心地在地就读 减少到台北通勤的来回奔波之苦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